焦点转到美国 奥斯卡颁奖典礼虽然已经落幕 但是笑意持续发酵 朱利安摩尔饰演一名阿兹海默症的患者 夺下了最佳女主角 也激励了许多病友po文回想 另外女配角得主派翠西亚艾奎特 为女权发声的致辞 也让梅丽什翠普大声叫好 不过Lady Gaga在红毯上面 戴着巨大的红色手套的模样 却被网友给恶搞成 戴着塑胶手套的清洁服 红毯一出场 现场记者也忍不住讨论 Lady Gaga和她的红手套 是奥斯卡后爆红关键字 嘎嘎红毯搞怪 立刻被网友哭售成拿着清洁剂 或帮她围上围裙 像是准备下厨的家政妇 奥斯卡鱼波荡漾 得奖试看来也睡不着 原创歌曲得主 John Legend抱着小惊人睡觉 最佳女主角朱利安摩尔 也爆料老公早有预感 因后不只有老公支持 因为饰演阿兹海默症患者而得奖 更让病友们大受激励 女配角得主 佩翠西亚艾奎特上台时为女群发声 更让好莱坞最有声望的梅姨都喝彩 美丽史翠普和J路激动到几乎站起来 奥斯卡不值得将影片场边随意一个镜头 也都精彩动人 借账听林巧琴综合报道